今天是葡萄牙水犬宝宝的大日子 空气中飘荡了兴奋的气息 它们即将对自己的名字有更充分的认识 葡萄牙水犬天生适合游泳 修长紧凑的骨骼结构 使它们可以轻松破水而过 而尾巴则起到唇舵的作用 当然铺状的脚趾更是锦上添滑 像双脚一样助力前进 在狗宝宝们的众多第一次体验中 这个第一次意义非凡 当水犬遇到水 艾斯和多米诺小心地试探着 但它们对水并没有一战钟情 艾斯落花而逃 其他小狗紧随其后 看来这些小家伙并不知道 自己的名字里有个水姿 但它们对水并没有一战钟情 艾斯落花而逃 其他小狗紧随其后 纹舵的作用 当然铺状的脚趾更是锦上添滑 像双脚一样助力前进 在狗宝宝们的众多第一次体验中 这个第一次意义非凡 将对自己的名字有更充分的认识 葡萄牙水犬天生适合游泳 修长紧凑的骨骼结构 使它们可以轻松破水而过 而尾巴则起到处 今天是葡萄牙水犬宝宝的大日子 空气中飘荡了兴奋的气息 它们即将水犬遇到水 艾斯和多米诺小心地试探着 葡萄牙水犬亲 葡萄牙水犬羡状